生病挂錯科 不但浪費時間 還容易被誤診 請問下列哪一些症狀 跟應該挂的科別 配對哪一個是正確的 1. 失眠你要挂神經內科 2. 鋪頭掉髮挂皮膚科 3. 戒酒挂精神科 4. 容易打呼挂神經外科 5. 小腿靜脈曲張挂心臟內科 6. 長不高挂小兒科 計時好難 重提 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我很容易失眠 但是我是去看 我不是去看神經內科 妳看什麼科 我失眠是去看 我去看診所而已 沒有神經內科 怎麼辦 妳只是去掛 然後妳根本不知道妳看哪一科 對 我有失眠 但是我不是看神經內科 但是我覺得怎麼樣 長不高 長不高 小兒科 你大人不會 長不高 長不高 為什麼要去小兒科 小兒科看 小兒科不可能 對啊 時間要到 你們要再去吧 我跟你講 那我們就看這個 相信自己的直覺 戒酒好了 戒酒 再接 隨便了 還選擇的是 戒酒 精神 嘴巴閉嘴 戒酒 精神科 對後座 對 碰 好 好 等一下 嚇死了 我們兩個討論了半天 然後你選一個 對 我跟你講 我們選了一個 我覺得她的政策不錯 會擾亂大家 擾亂大家 真的 真的 光源 對 既然君經姐有想法嗎 有 我跟你講我第一號 一號一號絕對正確 因為失眠的話是內分泌失調 內分泌失調或是什麼 膠感神經失調 所以神經內科絕對沒有錯 好 沒錯 相信妳 就不分析了 好 失眠 選擇神經內科對或錯 這第二棒 她有可能會錯 對 恭喜 你看看演員壓力有大 大家都選擇失眠 而且 久久來上一次節目 被噴層這樣回去 又要掛神經內科 因為演員第一個壓力 要想腳本 對啊 就有壓力 而且妳的睡眠時間怕超過 妳明天早班 妳睡的時候怕超過時間 所以妳睡眠一直不會很好 對 妳滿腦子都想這個事 久而久之就會 有時候妳回到家睡兩個小時 又要出班 對 很辛苦 每天都班表情很害怕 明天幾班打出來這樣 來 第二組 來 秉諺 我最近是有去看吊髮 妳看什麼科 但是我是在皮膚科看的 告訴妳 就是皮膚科 我們就相信 但我還是要追一下 來 請取牌 好 選擇的是 禿頭吊髮皮膚科對國座 來 七八 四 好火喔 好火喔 又回到這一組了 又回到這一組來玩 剩下三組 又回到家裡組了 我們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直接噴不要打 還是 不要再玩了 好 妳就在這裡玩就可以了 我告訴妳 請問我 相信我 妳直接犯覆 小腿靜脈曲張 這要看精臟內科 因為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 她有很多穴道對不對 不是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真的假的 我媽最近腳腫起來 然後我想腳腫起來應該 因為我媽有在看骨科 我以為那是骨頭骨科的問題 結果不是 然後她說這是妳的那個 血液循環不好 所以小腿的靜脈曲張 妳反而是要看心臟血管 它是心臟內科 請舉牌 好 你收到 怎麼收到 竟然她剛才為什麼 我想收到 不要告訴妳 妳剛剛沒想到對不對 不是 冷靜了 等一下 突然第一棒會 她第一棒的不打這個 我跟你講 第一棒真的會緊張 我故意 沒有 我故意要擾亂她們 我讓她們覺得小的科是對的 如果這樣的話她臣服很深 對 好 小腿靜脈曲張 要看心臟內科 不用遮 是貓 還好 你好好選 怎麼樣 君姐 妳還看過什麼科嗎 長不高應該沒看過吧 我有個朋友是胸腔科 可是她是治療呼吸中止症的 可是她是胸腔科耶 所以 但是長不高小兒科這個 我是真的 這兩題好難 這就是最難的兩個答案 對 超難的 對 當然 可是長不高還有一些 比如說什麼遺傳因素 什麼 然後什麼 軟件 會不會其實她就是陷阱 因為長不高不太可能 會是到我們成人的才去看 所以你本來就應該去看小兒科 有可能 可是她有跟遺傳 我覺得有點關係 你覺得呢 是 神經外科是什麼 好刺激喔 你決定 請舉牌 你決定 選一個 六 請舉 長不高 小兒科對或錯 兩位賣了 加油 小兒科 小兒科當然看小兒科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種 從小如果身高有 因為基因都怕害怕 對 她會先打一個營養素 對 慢慢會長高 最晚幾歲不能打 我們現在打得來不及 好嗎 我想有三十幾還可以打 小腿靜脈驅張是跟心臟有關 對 因為那個小腿就是第二個心臟 那這比較好記 但主要就是說你靜脈的那個 半膜不全 或者是限天性的話 你就可以去看心臟內科 就像我也是限天性 是那個閉鎖不全 但我就很容易 我的腿就容易 你站久會有那個 對 就靜脈驅張比較明顯 對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靜脈驅張的問題 尤其女生 但幾乎後來我才發現 其實好像只要跟血液有 血管 血液都是看心臟內科 那打呼睡覺這個是睡眠科 不是神經嗎 你要先做好睡眠檢查 然後再去看 但通常如果來 最普遍看的會是耳鼻喉科 因為其實打呼一定是 我們有人鼻子過敏 或是我們呼吸中 鼻腔的問題 那你就最簡單就是看耳鼻喉科 對 藉酒當然來看精神科 因為酒飲就是有精神依賴 禿頭掉髮 你突然鬼剃頭啊 或者怎麼落髮那麼兇啊 當然看皮膚科 那到底是哪裡平衡的 對啊 因為頭髮它的根部 就是在皮膚嘛 它其實是皮膚長出來的嘛 對對對 對啊